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9月21日 星期三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消息與數字有關疫情 令B商昨天有一位兩歲的男童確診危殆 入院前曾打過一針疫苗 網傳男生因為打完疫苗後有細胞因子風暴 據了解劉宇龍出來回應澄清一下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齊了解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經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網傳兩歲危殆的男童打疫苗 引致細胞因子風暴 專家劉宇龍直戚不實 就說是傷口灑鹽 報道的來文是 感隔昨天9月20日一名確診的兩歲兒童 說情況危殆 有人在網上發帖文指新冠疫苗在小童身上 產生細胞因子風暴或會引致死亡 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龍批評 那些人在網上散布此事而非的證據 和不進不實的訊息 宣傳自己的觀點 他解釋那位男童病毒量高 病發腦炎 而且腦暴創傷嚴重 情況危殆 指有關言論 在家屬的傷口灑鹽 劉宇龍解釋 昨天公布那位確診兩歲男童情況危殆 他的病毒量高 對於網上有人暗示那名男童 是曾經接種不完全滅活的疫苗 而引起細胞因子風暴 暗示他的家長帶小朋友去打疫苗是活該 劉宇龍批評這個說法 是向男童家屬傷口灑鹽 他指那位男童接種的疫苗是滅活疫苗 並非還會生存的滅活疫苗 已經是一個錯誤 批評發文者沒有提及男童核酸檢測的病毒量高 而且男童只接種過一劑疫苗 病毒保護率大約只有一成 另外 政府已經收到復必泰 又同配方的新冠疫苗認可申請 將會交給顧問專家委員會審核和向醫務衛生局局長提交意見 劉宇龍就說 隨時都可以開會進行討論 聯合科學委員會和政府的專家委員會 上個月已經開會認同科興和復必泰兩款疫苗 都可以供低於這個六個月大的嬰幼銅接種 科學層面已經獲得印證 今次專家委員會只是在法定框架之下再作確認 是程序上的工作 他期望可以在十月完成 劉宇龍表示 估計應有銅版的復必泰下個月有望供應 而六個月大至五歲的應有銅版復必泰和科興一樣要接種三針 頭兩針需要相隔兩個月注射 第三針和第二針相隔三個月注射 他希望有兩種疫苗可以讓市民選擇 令到覆蓋率有所提升 亦希望家長可以儘快帶小朋友接種疫苗 因為第一針開始計算要六個星期 才可以讓保護力全面發揮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家英日前網傳兩歲的危殆男童 是因為打疫苗而引起細胞因子風暴 劉宇龍作出最新的回應 亦儘快告訴各位網友 如何說也好 希望這個兩歲男童最終能夠大捕纜 另一邊說說今天的最新數字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今日新增5687宗確診 多九個人死亡 兩歲男童仍然危殆要插喉 報導的內容提到 本港今天9月21日新增5687宗確診 包括146宗輸入 累計有2402位病人留院 亦包括了265宗新入院個案 累計54人危殆 多九人死亡 昨天危殆的兩歲男童 目前仍然在聯合醫院留意要插喉及用呼吸機 另一邊說 李保莊聯合世界書院有15位學生在過去一段時間染疫 全校一共有240位學生 均住宿舍 自從4間宿舍都發現個案 所以建議全校停課一個星期 另一邊說 今晚午夜到期的社交距離措施延長多兩個星期到10月5日 四人 限聚令等一律延長 當局指香港會日新增個案數字 開始又回落即將 醫院管理局公營醫療系統壓力稍見舒緩 現在是進一步穩控疫情的關鍵時刻 為了觀察具體的疫情走勢 政府決定下一個14天週期維持現行的社交距離措施 今日的確診數字約五千多宗 各界都在問復常時間表與路線圖 另一邊說 各位網友留意 現在是4人限聚令 在公園若然多過4人以上是有機會中招的 之前在荃灣有公園有6位老翁被人派訂額罰款通知書 違反了4人限聚以上 各位老友記者要多加小心留意 另一邊也說說疫情相關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指個案清零就不太可能 甘冬硬就說疫情趨跌勢 估計不會出現大爆發 報道的留言是 港大醫學院生物化學系教授甘冬硬等4名港大教授 提到本港應該為未來制定長遠的防疫政策 以應對後疫苗浪和往後的新發傳染病 並建議取消污水檢測和遺風強檢測 文章又指新冠病毒基本上和各地流行的季節性流感 和其他呼吸道病毒接近 市民應該開始明白 新冠已經在本港紮根 並已成為風土病 甘冬硬表示本港目前新冠病毒即時有效繁殖率低過1 即是一個人可以傳染少於一個人 相信新冠疫情假以時日可以受到控制 不會出現大爆發 甘冬硬在電台節目表示 現在本港疫情明顯出現跌勢 估計單日確診數字清零就不太可能 新增個案仍然會維持最少1000至2000宗水平 不過他認為新冠病毒疫情大忌就是出現超級傳播 不過目前本港沒有超級傳播的土壤 即使學校有學生受到感染 人數也不算多 甘冬硬又說現在政府已經有不錯的手段應對疫情 例如推動疫苗接種 有新冠口服藥 院舍設有長者疫隔離措施等等 他又說本港不會再可能出現類似2月3月時間的爆發情況 按五月份的研究顯示 相信有九成港人有較具強 相信有九成港人具較強的中和抗體 另外他又說目前主流病毒株是Omicron BA.5 有別於早前流行的BA.2 應該視為第六波疫情 對於政府認為是第五波的餘波 專家就不想再爭議了 究竟是第五波還是第六波都無所謂 總之就是看著那個疫情 希望能夠慢慢慢慢受到控制 現在估計希望維持那個跌勢 維持跌勢的話 應該要取消各項防疫措施的逐步牌 入境措施可以取消 遺風強檢可以取消 另外疫苗通行證是否可以再放寬 甚至乎有人說過是時候要檢討疫苗通行證 說到若然香港真正回復正常才有實力跟新加坡鬥一鬥 另邊雙亦也說說這則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荃灣武昌的地牢叫租4200元 網友驚呼說香港原來有人住地底 報導的流聞是這樣的 香港樓價高企 一個價錢便宜又舒服租盤也難求 有網友在租屋網站發現一個位於荃灣的租盤 竟然是一個無窗的地牢寸屋單位 實用面積260平方尺 每月租金4200元 引起網友的熱烈討論 那位網友在連登討論區議 香港原來真是有人住地底 為提發帖文字 發現有一個租屋網站裡有人放租 荃灣一個無窗的地牢寸屋單位 那個租盤位於荃灣老圍路 面積是約260方尺 業主更加標榜獨立房間 地牢沒有窗 全身裝修 每月租金4200元 包含差在地租和管理費 從照片可見 那個租盤四面都是牆壁 設計以淺色為主 裝修頗為殘舊 單位裡也有不少樓梯 雖然設有獨立廁所 但去廁所的時間需要走幾級樓梯才到達 鐵文引起網友熱烈討論 有不少網友得識香港原來有地牢出租感到驚訝 就說很少聽到香港有地牢 亦有網友問是否上流寄生族 亦有網友指慘過分街 亦有人質疑地牢住宅是否合法 這宗全灣地牢住宅是4200元 已經旋跡成為網絡熱話 不知道各位網友覺得是否值得不值得 不妨留個言一起聊天 我是郭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